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呢 从今天开始下调存款类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一个百分点 这也是中国在今年第二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了 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的下调呢 将为银行释放出大约有人民币一万两千亿元 从而加大市场资金的流动量 那么这对于中国的经济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和意义呢 我们下面继续为您通过视频连线 邀请的是普林斯顿大学学者 也是中国转型问题专家陈晓农博士来为您进行分析 陈博士您好 陈博士您在线上了吗 我在线上 是 好 陈博士非常感谢您参加美国之音的节目 我们知道这是中国今年第二次全面降准了 而且这次的力度很多人说是超出预期的 您认为背后有什么重要的原因吗 一个直接的重要原因就是 今年三月份中国的外汇储备下降了2300亿美元 这个数额大体上就是这次降准释放的 外汇储备下降是自动在抽紧银根 使老百姓和企业不要人民币换成外汇了 那么结果是人民币的供应量减少了 所以央行的这个降准实际上是试图抵消这个作用 是 非常有意思 那么除了在外汇方面的一些影响之外 我们来看看对中国国内的股市好了 很多人说这个全面降准可以大大的增加 在股市当中的投资的机会 可是我们看到星期一上海股市 这个一路可以说是非常的震荡 收盘的时候是下跌了1.67% 那为什么市场又会有这样的反应呢 实际上股市和房市并不是直接的 对这个央行的降准起作用 因为央行降准是降低了银行 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率 使商业银行可以有更多的资金用于贷款 那么商业银行释放多少贷款出来 取决于商业银行自己对客户的判断 今天中国的企业经营状况不良 银行不敢给他们贷款 那么贷款炒房子 这个现在的房市不好 要是贷款炒股票 这是中国法律禁止的 银行也不敢 因为把钱拿去拐弯抹角的借给股民去炒股票 万一要炒亏了 银行用来贷给他们的老百姓的储蓄不就泡汤了吗 银行是干这个事要杀头的 是 那么程博士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看 我们知道这个全面降准 很多的分析人士都说 当然它最后的基本目的呢 就是希望能够刺激中国的经济增长 我们也看到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在这几年持续的放缓 那么也有很多人说我们再来看看中国所主导的亚投行 上个星期中国自己已经说了 有57个国家要加入这样的一个由中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组织 但是也有很多人质疑 中国自己在经济持续的增长放缓的情况下 它有没有这样的能力来承受起亚投行这样的重责大任呢 您的看法 实际上中国是想用亚投行的投资项目去带动中国国内的过剩产能 把这些水泥钢铁想办法维持下去 然后让他们通过出口来维持生产 但是呢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媒体上出现的一带一路讨论 和现实中运行的是完全两码事 亚投行到现在为止 它的成员国还没坐下来开会讨论他们的运作规则 这规则讨论一年能不能有结果都不一定 所以可以具体的说 一年内亚投行不会有任何具体操作 所以我们根本不必把它和中国此时此刻的经济运行连在一起 这次习近平去巴基斯坦 他带去的投资项目都是中国的援助项目 和亚投行并没有这些关系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这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学者程晓农博士 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 非常感谢您